绿灯引浪 机车骑士催油门往前冲 台湾机车密度世界之怪 随处可见骑士穿假脚拖 现在看来不算什么 但你知道吗 以前政府可是有立法禁止 网友分享一张43年前的古董罚单 引发网路热议 民国66年5月3日因为穿拖鞋驾车 被开罚50英元 根据统一刑法罚金标准 民国72年6月26日前的条文 银元换算成新台币要乘以30倍 等于穿假脚拖 骑车在当年要开罚1500元新台币 1500元会觉得很多吗 蛮多的 穿假好拖骑机的车吗 会啊 为什么 方便 现在骑车百无禁忌 不过民国75年前 根据道路安全处罚条例规定 如果穿木机 拖鞋 或者穿背心 内裤都被禁止 为者开罚50到100元 直到民国75年5月废止 不过穿拖鞋骑车 可是危机四伏 穿拖鞋骑机车虽然无法可罚 不过呢 其实还是会对脚步造成影响 因为呢 拖鞋没有保护力 如果遇到雨天的时候 可能会容易滑 对脚步会造成伤害 拖鞋鞋底刻痕不深 包覆力不够 都是酿成意外主因 204年 牙运杯田径国手王子明乘坐同学的机车发生车祸 当场被抛飞 就是因为穿假脚拖没有保护力 导致右脚三只脚趾受到重创 一度忧心影响生涯 骑车穿假脚拖很正常 但为了安全 上路之前得仔细思量 记者黄一郡何之宇 台北报道